好了 今天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 今天我突然的心脚痛 心脚痛今天吧 觉得特别严重 可是十几年前被人气了 然后心脚 心脚总是有的时候就不舒服 但今天呢就特别严重 就是午睡的时候躺到床上就是 感觉睡不着觉那个感觉 倒不是特别疼 这时候我就用两个穴位去把它搞定 亲侧也非常有效 那这两个穴位呢 就是一个清零穴 这个清零穴特别好找 它就是在肘横纹 肘横纹在上面三寸 方法呢是把这个手臂伸直以后 找出这个空二手机的内侧 它是沟中啊 我们都平常见过这个牛腱子 牛腱肉啊 这个牛腱肉啊 它绷紧的时候 它和别的肌肉啊和骨头它是分开的 它中间有个沟 所以沟呢用大拇指啊 上上 向上面量三寸 不用四指 四指上面量三寸啊 这个四指变笼啊 它是三寸 就是你自己身体的三寸啊 你自己身体的三寸了 然后你取穴的时候啊 就是你坐直了 或者是直立站着啊 然后呢 将这个前臂啊 向前伸直 向前伸直 然后呢 找到这个公二头机的内侧口 这内侧口呢 一百四指的宽度为三寸 然后就在这个肘横纹上 这个三寸的公二头机当中 就找到了这个清零穴 这个清零穴 我们按上按到它的时候呢 它是绝对的 有点酸麻胀痛的感觉啊 像我按上以后呢 就特别的那个 那内侧啊 就感觉特别的疼 这就是心脏这边血 这个经络呀 淤堵了啊 就这个原因 然后我用的是按摩手法 但也得采用贴药啊 贴药就是贴膏药 但是我今天没贴 它的主要的功效呢 它就有酸胀感啊 按上以后 用拇指去按呢 它有酸胀感 拇指这个指度啊 不是指尖 一般尽量不用指尖啊 就可以找到这个穴位 然后我们有病症的话呢 它肯定有酸胀感啊 它有的穴位呢 我们按上它以后就特别疼了 就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证明它有积患了 然后 它这个按摩疗法呀 就是进行缓撞的按摩 不要这个穴位 就是你的压痛点啊 然后你进行按揉 每次两个三分钟 这个力度呢 呃 这个力度不用太大 因为这个穴位比较好找啊 也比较浅 所以是可以的 周围肌肉组织也少 啊 每次两大分钟 两三分钟啊 然后可以缓解啊 渐渐痛害这个胸闷啊 有这些症状 就可以达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那我们再说一个 我我配的穴位呢 还有一个就是内观穴 这个内观穴呢 它位于前臂啊 内侧 或者是前臂的掌侧 它在万恒纹啊 万恒纹 万 万掌侧横纹 上面两寸的位置 这两寸呢 就是我们的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 这个三指啊 它这个宽度 就是上面两寸 然后呢 这个两斤呢 是两根基件啊 啊 然后即掌上 呃 极件和侧挠万蛀极件 这两根基件之间呢 凹陷 这个万恒纹上两寸 它就是内观穴 那内观穴呢 是心包经的穴位 它可以治疗 各种心细的疾患啊 那我今天按这个 拍一个内观穴 按着特别舒服啊 然后 大概是 两分多种吧 就起效了 然后按着也是 特别疼啊 这个身体啊 总是有一些 呃 有那句话叫 俗话叫 没病不死人嘛 所以 当你感觉到自己身体啊 有积患的时候 按着一个穴位 相应的穴位 那个穴位啊 肯定是 不是酸麻 胀痛 我是痛啊 这个 呃 也是很长时间了 大概有 有十几年吧 当时我被别人 气出这个 心脏不舒服 啊 一直到现在 也没管 那今天 特别严重啊 所以 我的 心神的感受啊 分享给大家 那 这个 配内管穴啊 它那两个穴位 啊 同 清 清领穴和内管穴 它两个穴配合 配合用的时候呢 它就对胸闷啊 胸痛啊 啊 心悸心慌啊 以及各种神志病啊 比如说 癫狂啊 还有这个咸呢 啊 这癫狂咸 还有这个 小儿精疯啊 可以给儿童按摩啊 然后这个失眠呢 呃 那特别提出内管穴啊 对于这个脾胃的疾病 如腹痛腹胀啊 胃痛啊 便秘啊 还有腹穴等消化系统的积患呢 同样 同样有着很好的制造作用 咱们说内管穴呢 它是八脉交胃之一啊 它常与公孙穴匹配 内管穴的组织作用呢 即缓解胃心胸的积患 啊 这个是我今天亲测的 非常有效 大家可以试一试 然后我上面发了一些图 这些图片呢 就是让大家去找到这个穴位 好找啊 你按的时候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 这种痛呢 就是像我这样的 要有十几年了 以前不严重 今天突然就觉得 有点挺不舒服的 今天是第一天啊 以后头一次 所以亲测呢 这个穴位 我起用暗容的方法有效 如果你有长期的这种病症 你就可以考虑 这个 我主张是内病外治啊 就考虑可以贴膏药 非常好 啊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ste if i com com 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